你看到那個的,是嗎? OK,在這裡了 OK,在這裡了,OK,我們也開始錄了 那保羅在這個地方,雅迪的地方等他們的時候 他就看到滿城都是偶像 聖經講到他心裡面很著急 首先我們去想一想 保羅,保羅究竟是誰呢? 可能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我們已經聽了神的話語一段時間 或者教我裡面一段時間的時候 知道保羅是誰 但可能在當中裡面有些人說 保羅是誰來的? 聖經為什麼說到保羅呢? 保羅其實他不是耶穌十二個門徒之一 我知道耶穌有十二個門徒 但他就不是十二個門徒之一來的 而他是曾經一個迫害基督徒的人 但是最後在他正是上一個路上 一個大馬式的路上的時候 就耶穌向他顯現了 在那裡他因為一個經歷 我就不會詳細說了 因為一個經歷的緣故 他接受了耶穌做救主 也是因為他接受耶穌救主的時候 他以後就是把這個福音 他曾經去迫害基督徒的福音 他將這個福音是傳給別人 不僅是首先傳給他自己的人 因為他基本上是猶太人 他也是最主要將這個福音 傳給外邦人 就是說不是猶太人的 他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宣教目的 就是向不是猶太人的人去傳福音 保羅就是一個叫做使徒 一個使徒 而他的使命就是這樣 這裡說到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 那等誰呢?他們就是誰呢? 那其實如果我看回上面的經文 就是第十六章,十五章,第十六章的時候 是說到有他和西拉和提摩泰的 是兩個同伴 提摩泰也是他一個學生 那他們就在上一站裡面呢 是傳福音 宣講耶穌基督 有些人呢就在那裡搞亂 就是耶穌 耶穌是誰來的? 你跟他說什麼? 那他們不願意聽 他們在那裡搞亂 那迫於無奈呢 保羅就離開地方 但是他留下西拉和提摩泰在那裡 因為他們需要在那裡去幫助一些 剛剛初信的基督徒改革 所以他自己呢就首先離開地方 去到一個雅典的地方 那他自己一個人去到雅典呢 那他就索性是做一個遊客 所以他等候的時候呢 就周圍去看了 那好像我們有些遊客 去到一個新地方裡面 都是周圍去逛一逛 那看看有些什麼新東西 那雅典 雅典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雅典 它本身是處於一個希臘的國家裡面 而希臘呢 是一個文明古國來的 正如好像中國一樣 是非常之有文化 是一個古舊的國家來的 那在雅典裡面呢 也都是 其實是希臘 希臘裡面呢 它是出了三言 那什麼三言呢? 就是 是蘇格拉底 帕克圖 和阿里士多德 那蘇格拉底呢 我們通常都聽過了 塞個字 是 帕克圖 帕克圖 就是 帕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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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好像中國 好像中國一樣呢 中國出了什麼呢? 中國出了什麼?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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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國有三子 他們有三言 所以是很相似的 而且在這個雅典這個大城市裡面呢 裡面也都有很多的文人雅士 知識的分子 因為剛才我講到這個地方呢 是出了三言嘛 所以他們很多的哲學的 很有知識的 但是 有一件很諷刺的就是 這個城市裡面 剛才我看到說 是充滿了偶像 是滿天神佛的 這件事也是很像中國一樣 中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很有知識 很有充滿哲學 很有文化的 但是同樣的 如果你去到中國裡面 很多不同的地方裡面呢 是充滿了很多妙語的 如果你是跟一些旅行團 去到中國裡面呢 他們通常帶你 除了去吃去買東西之外呢 他們帶你去很多的妙語裡面去 給你參拜 參觀 無論是什麼 他們帶你去那裡 所以 在一個雅典 或者在希臘的國家裡面 或者在中國裡面的時候呢 他們對於神的心態 和中國人呢 是非常之相似的 就是說 拜得神多 至有神 神秘 是不是 我知道 經常都聽到的 還有一句 就是 他寧可拜錯 不可看過 不可看過 先拜 是不是也好 拜了先 不要錯過他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這樣的心態的時候呢 我們真的有時候是拜錯了的 那本來呢 保羅呢 就打算在這個城市 在雅典城市裡面呢 是觀光的 但是當他見到這個情景裡面的時候 他心裡面呢 就很著急 很心急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他有真神 他不拜 他去拜那些 這班人 他什麼都拜的時候呢 他說不行了 我不可以再去觀光了 我不可以再做遊客了 我應該是去拜一位真神的 那些人 他不認識神的 他什麼都拜的時候呢 他說不行了 我一定 我不可以再去觀光了 我不可以再做遊客了 我要做一個傳道的 我要將上帝的福音 是跟他們說的 所以對於在傳福音裡面的時候 他心裡很迫切的 他就不會看到的時候說 算了 我等那些 那些同伴一起來 他就跟他說 不是的 他一見到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一定要去做 那麼 他馬上就去到一個會堂裡面 會堂呢 就是當時的猶太人 聚集的地方 因為雅典呢 不是猶太人的地方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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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這個雅典的地方裡面 有猶太人聚集的時候呢 那麼他有些地方 自己去聚集 一起去敬拜神的 好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我們在中國來到美國的時候呢 來到三華市呢 那麼我們呢 就有些公所了 我們公所做什麼呢 我們說回自己公所 我們鄉下的東西 鄉下的東西 我們處理很多 我們團結 在一個新的地方裡面 所要做的東西 猶太人都是一樣 他在一個新的地方裡面 在不是自己的地方裡面呢 他在一個會堂 在會堂裡面呢 他聚集 他討論很多東西 也都是在那裡有 看聖經 去敬拜上帝 有重量 寶羅的一樣東西 就回去 他自己的同胞 可以不可以 或者暫時 如果你是 給了2800塊 有誰的2800塊那個 可以不可以 可以先給我吧 現在不要給我 所以我拿著2800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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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聽完我的東西 是啊 你自己講完 不是聽完這些東西 你自己講給別人聽 是啊 是啊 OK 那我暫時 Mute他們 Garry 可不可以幫我 Mute Mute他們 哈哈 我們聽不到Tom說話 OK 現在聽到了 OK 那 跟著他也在街上 在街上 因為看到很多的 偶像 周圍都是 他又去到 那些人的所在裏面 所以寶羅看到 他的心裡迫切的時候 他就即會去做 去到自己的人裏面 亦都是去到 人群聚集的地方 特別那些人 是在拜偶像的地方 那麼 十七節講到 於是在會堂裏面 猶太人和 賢敬的人 被每日在史上 所遇見的人辯論 那還有呢 就是 跟這些的 叫做以彼古羅 斯多亞 兩門的學士 跟他們爭論 有些就說 他在亂胡言亂語 是說什麼呢 有些就說 他似乎是 傳說一些 外邦鬼神的東西 他為什麼會說這些 因為他說 寶羅傳說耶穌和復活的道 首先我們要知道 以彼古羅 是斯多亞兩門的學士 究竟是什麼 這兩門也是一種不同的哲學 他相信很多的神 但他不信 有復活 而在斯多亞呢 他是禁辱主義 你不可以隨便享樂 一定要把自己有節制的 你應該要受苦的 你應該自己克制的 你自己克制的 你自己克制的 你不可以隨便來的 他現在相信有神 但是他跟以彼古羅一樣 他不相信有復活 所以當寶羅 他跟那些人說 說耶穌復活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他在亂說什麼 他好像全港那些 外邦鬼神的東西 他們不可以接受這一天 他們就把寶羅帶到阿勒巴古 阿勒巴古是什麼地方呢 是離開城市一段的路程 在那裡的地方裡面 也都是有一些的 好像是一個工會那樣的 那裡他們是辯論很多的事情 或者說有些事情需要審問的時候 那也都是把人帶到那裡去審問的 那他帶到那裡的時候 他說你所說的這個新道 很新奇的覺得 哇死人復活的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因為在我們兩派裡面的時候 雖然我們是敵對的 但是同樣的 我們不相信有復活的 那他說這個新道 我們可不可以知道呢 因為你說 他說你有些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傳到我們耳中裡面 我們想聽一下這些是什麼意思 那有一段的 二一節裡面 很有趣的 雅典人 還有住在那裡的客人 都不顧別的事 只張新聞說說聽聽 他們游手好閒的 他們非常優閒 好像不用做工一樣的 每天呢 只是聽一下新聞 娛樂一下 那些新聞呢 就當是一種的娛樂 就不是一些對他們 實際上有什麼的相關的 他也不會去做一些比較迫切的事 一些比較重要的事 他都不理那些 他只是八客掛 就是在街市裡面聊聊天 好像我們有時候 看看iPad有什麼的傳聞 看看什麼明星有什麼的事 雅典人當時 還有那裡的人 那些客人 就是遊覽在那裡住 暫時居住的 經過的人 去到那裡 他都是聽一下這些事 很有趣的 那究竟保羅所說的 生道和奇怪的事 那應該就是 耶穌基督復活的事 但是其實 耶穌基督復活 是我們福音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因為在哥倫多前書的 第二章第二節裡面講到 因為我曾定了主義 在裡面中間 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這個是我們傳福音裡面 一定要有帶有的信息 就是耶穌基督和他釘十字架 如果你今天來到我們當中裡面的時候 你是沒有聽到 耶穌基督這個名字 和他是從死去復活的時候 我們所說的 這個不是一個福音 有時候我們去到一些不同的教會裡面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喜歡聽他們所說的道 但是在他的信息裡面 他有沒有真的把耶穌基督帶出來 也都有沒有把耶穌基督和他從死去復活的 是連接起來 這個是我們怎麼去斷定 他所說的 是不是真的從聖經而來 因為當在聖經的時候 聖經很注重於一樣 而在我們福音裡面的時候 耶穌基督他有救主 因為他是從死去復活 證明他是一個真神 也是真人 也是因為他的復活 讓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所相信的 他在一個真神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真正正的盼望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住一件事 我們不知道別的 他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他釘十字架 是為了我們每一個人 然後在第22節裡面說到 保羅站在阿略巴古當中 在一個工會面前 他說 眾位雅典人 我看見你們凡事 肯敬畏鬼神 他好像讚他們 哇 你們都不錯 你們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在我遊行的時候 我在遊覽的時候 看到你所敬拜的 突然在一座壇裡面 上面寫著 微色之神 一個不色的神 寶羅開始的時候 好像去稱讚他們 跟著其實看出 寶羅是諷刺的 他說你這麼敬拜鬼神 但是你連一個不識的神 你都捉一個壇 一個壇在這裡 你去拜他們 所以你們不認識 而敬拜的時候 我現在告訴你 那個神是哪個神 你不懂的 你都去拜祂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這個神是怎樣的 你看到雅典人 雖然有文化和知識 但他不認識真神 可想而知 世人不能夠用智慧去認識神 有些人說 我看了聖經了 我都不相信 因為我要找他裡面有沒有錯誤 有些人說 有些人很聰明的 他用聰明 用知識去尋找神 是不行的 雅典人已經很聰明 現在我們雖然說自己聰明 但是同樣的 我們不可以用聰明智慧去找這位神 在這個未識之神的四個字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兩個事實 第一就是說 在冥冥中 他們或者我們都知道有一個神的存在 第二就是說 不過他們不認識這位神 所以他們就抱著一個心態就說 我寧可拜錯 不可放過 不要管了 懂不懂得好 我隨便去找個 我拜了這麼多個 自有一個是真的了 但很可惜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拜錯了 我們拜錯了 我們把偶像當成神 我們拜錯了的時候 我們把魔鬼當成神 我們在世上裡面去追求很多東西 而我們追求的 是沒有追求到神 在羅馬書的第一章 其實聶爵俠的朋友說到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願顯明在人心裡面 神的事情其實人人都知道的 所以其實人人都知道有一個神在這裡 什麼六呎 什麼神靈 三呎有神靈 舉頭三呎有神靈 不用六呎 所以人人都知道有一個神在這裡 不過他不知道是哪一個 寶羅是說 原顯明在人心裡面 因為神已經吸他們顯明 怎麼顯明呢 始從做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聲 是明明可知的 雖然是眼不能夠見到 但即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回 我就不會再很詳細地說這件事 但是我們在這裡最少知道就是 其實上帝藉著很多創造 我們周圍的事物 讓我們知道神的存在 其實我們不可以說 不是真的 太陽為何不會突然間跌下來 太陽為何不會突然間近了 少少 幾毫分 近少少 我們都變成燒豬 我們就脖脫脆的 再近少少 我們就變成炭了 但是誰是掌管太陽 讓它不會像那些隕石般跌下來 而當中 都是神 萬人的神 那保羅就繼續跟他介紹 這位真神是怎樣的 他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我們這個神是創造天地萬物的 他不需要我們說 啊神啊 不如我 整個 整個廟給你 我們在那裡住的時候 我們可以供奉你 上帝 他是充滿萬有的 他不會給一些的東西 去局限了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局限神 是將他放在建築物裡面呢 有些人呢 泰國那個四面佛呢 最靈的 你去哪裏呢 都沒有那邊這麼靈的 那如果這個四面佛 那他 如果真是這麼好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去泰國呢 如果香港不可以呢 美國不行呢 為什麼中國不行呢 為什麼一定要去泰國呢 我們將那個神 我們將他放在框框裡面 當我們將他放在框框裡面的時候呢 其實他不是神來的 我們是神 因為我們放在他裡面 如果是真神的事 他不會住在 他不會住在 一種的 柵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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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ke 或者當中應該有些 聽到很興奮 所以 有些的呼應 所以我們要記住就是 神不是被我們 synthetic 是個 建築物裡面的 不像當時的雅別人 他把它放在一個 廟宇裡面 去拜 他們 然後我聽到曾經說 你知道黃大仙在香港移民了 移民美國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移民的時候 香港的黃大仙怎麼辦呢 美國的黃大仙 他怎麼去顧呢 去香港拜啊 還是來美國呢 疫情的時候 怎麼樣呢 又不可以出來 我們不可以將神 因為真神 局限在一個建築物裡面 在《史獨行傳》的七章的49節 也說到主說 就是神他自己說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椅 你們要為我做何等的便宇呢 天那麼高地那麼大 你可不可以做一間這麼大的便宇呢 那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一切不是都是我的手所做的嗎 為什麽你要做這樣的事 為什麽要去建造這樣的事 將我擺進去呢 然後保羅說 保羅說 也不是用人手服侍 保證缺少甚魔 自己賭章生命氣息 萬物次吉萬人 上帝是創造我們的嘛 他是很富足的嘛 他是掌官萬有的嘛 為什麽需要我們 去將這些東西去供奉給他呢 為什麽我們需要將一盆燒豬 很多的水果 很多的點心 帶他面前 雞呀 什麽都好 放在他面前去給他呢 那這位萬能 擁有一切的神 他是不需要我們這些東西的 他是不缺少的 反而他是將生命氣息 萬物是賜給我們的 那 因為我會再講一講 另外一件事 人對於神那種的觀念 我怎麽去供奉他 我怎麽去敬拜他 但是在這裏我最少說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神 是不缺少一件事 是將一切是給我們的 不是我們需要給什麽 並且 並且 他是從一本 古卷作 做出萬俗的人 主宰傳遞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連関 和所住的疆界 就是要他們尋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 我個人不願 上帝他是創造我們的 他是創造阿當的時候 已經一直的 是為我們預備了 他預備了我們的連関 預備我們所住的地方 我們當去思想的時候 當我們周圍去看一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覺得 神是來我們很近的 有些神 有些人說 我們找不到神 我要去西經 去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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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需要的 神在我們周圍的 因為這個 這麼偉大的神的時候 他不會說離開我們 因為他是創造我們 他是把生命氣息給我們 他不會丟棄我們 好像一個孤兒一樣 如果真是去思想的時候 我真是留意一下周圍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神其實是來我們非常之近 繼續說 我們的生活動作全流都在乎他 就如你們作詩的人說 我們也是沙 他所生的 我們一切的生活 所做的一切 跟神是有息息相關的 神是關心我們的 神是每天都看顧我們的 不是說需要我們去找神 神才會說 你找我 那我就去幫一下你 不是的 就算我們不去找的時候 上帝已經是離我們這麼近 祂是會看顧我們 這才是真神 如果真神說 你都不理我 我就不理你 那這不是真神 這個真神是愛祂自己所創造的一切 我們人也都是祂所創造的 祂也都是將很多的福氣 是賜給我們 每一個人 我們既然是神所生的 就不要以為神 不當以為神的神聖 將人用手為深思所雕刻的金銀石 我們既然是神所生出來的時候 神是生我們的 沒有理由我們用一些木銀石去刁剋的東西 說這個是我的神 沒有理由的 剛才所說到 如果我這樣做的時候 將那個角色我調轉了 我們變成神 而神是我所做的 這是很不合邏輯 那麼在以賽亞書裡面 44章也都說到 除了我之外 豈有真神嗎 雖然沒有盆石 我不知道一個 他說製造 雕刻某象的 盡都虛空 他們所建立的都無益處 這個在舊約裡面的時候 跟一班的預釋的人說 他們知道一個真神 但是同樣的 他沒有當這位真神是他們的神 他們離棄了這位真神 他用這些雕刻去拜祂 讓那些雕刻成為他們自己的神 所以神說 除了我之外 還有真神嗎 其實他們知道的 他說製造這些雕刻偶像 全部都是虛空來的 他所見證 無所 無所漢見 無所知曉 他們連覺羞愧 其實那些人都知道的 這些不合理的 他說誰製造神像 主要做無益的偶像 他說 那些同伴就必羞愧 功將也不過是人 任他們聚會 任他們站立 都必巨派一同羞愧 做這些雕刻的都是工匠 那些鐵像 將鐵 就是這個 做了一個偶像的過程 鐵像將鐵 放在火炭中裡面去燒 用錘去打鐵器 用它有力的磅秘隨成 它飢餓而無力 而不害死而發現 木像是怎樣 木像是拉線 用筆劃 做出樣子 它自己是構想 神的樣子出來的 你現在去到 好像中國裡面 很多廟宇裡面 你進去的時候 它也是 憑著自己的想法 是將偶像 丟出來 這個就是神了 用圓赤畫了模樣 仿照人的體態 造成人人形 好住在房屋裡面 將那個偶像 將他們想出來的神 是放在房屋裡面 又是將它焗爬在這裡 它說 撼伐香柏樹 又取作樹和像樹 在樹中選定了一棵 它栽種松樹 得與長陽 它將這個樹木 劈了下來 它也是用這些樹木做什麼呢 那些樹呢 人們可以用來燒火 它自己也可以烤火 又燒著烤餅 我們燒柴也一樣 我們煮飯 我們燒烤 用一棵樹 但是同樣的 我們用一棵樹 去做個神 我們去拜它 一分燒在火中 放一份烤肉吃飽 自己烤火說 哈哈我暖和了 我見火了 他用聖下 他拿著一臣 就是雕刻的偶像 一邊燒那塊木 一邊向著他那塊木 弄出來的雕像 就說 向這個偶像 虎伏 求拜 討告他 說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這個真是 魏菩薩過海 自身難保 不是 棵樹 被人燒 然後 然後 他又說 是你幫我幫我 這個很大的諷刺 所以當我們去 擺一些偶像的時候 不是見擺真神的時候 這個很大的諷刺 其實是很好笑的 在羅馬書也是說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 但是他不當作神 榮耀他 根本不榮耀神 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分暗了 知道有神 但是就不把這位神 當作一個榮耀來命 他自己以為聰明 但其實很蠢 他將不能夠 扭壞的神 的榮耀 變成狗像 將他真神 當作一個木頭去拜 但是彷彿 必扭壞的人 和非禽 走受昆蟲的樣式 什麼野獸 猴子 大象 牛 就算那些昆蟲 都拿來去拜 那些人 所以神 任憑他們 情著心裏面的 情欲 和污衛的事 以至彼此尖獄自己身體 他們將神的真實 變為虛妄 去敬拜 是奉受造之物 祂所敬拜的 在地裏造出來的 而不是去敬拜的造物 在邏輯上面很大問題 在次序裏面很大問題 因爲我們的主是應當清重 因爲我們的主是應當清重 基督徒可不可以上鄉 或者基督徒可不可以裝鄉 那 即是在基督徒裡面 我們很容易說 當然不可以 因爲我們 對我們的真神很認識 我知道我們所敬拜誰 但是可能在初信的時候 在家裏面 有些是未信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爲有些人說 你信了耶穌之後 你好像對你的祖先很不敬 你又不裝香 平時每日三次裝香 一起床 下午、夜晚都裝香 現在一次都不裝 特別有些是跟父母住的時候 以爲我吃了之後 那誰幫我裝香 誰跟我去 你怎麼孝敬我 所以在家庭裡面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的爭執 也都可以令一些初信的 是很難堪 很難處理的 今天我只會略略地去講一講 基督徒 裝香 基督徒對於那個的 拜祭、祭祀的方面 我應該是怎樣去想的 首先要明白到 裝香的目的是什麼 去拜祭祀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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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想念它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 第二就是 如果是拜祭的时候 我要知道 人其实死了之后 只会去两个地方 要么就是天堂 要么就是地狱 而在天堂地狱之间 从圣经里面 跟我解释 是两个很不同的地方里面 在天堂里面不可以去地狱 地狱不可以去天堂 如果是天堂的 不能回来世界里面 在地狱里面也不可以回来世界里面 所以当人在两个 离开世界的时候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里面 天堂在地狱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不可以去接受我们的拜祭 我们不可以说 整个宵羽猪在这里 你去吃了 它是吃不了的 其实我们自己吃回的 拜祭完了之后 我们自己开餐的 那时候我们看到清明 或者那些素墨 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 那些人大排的宴席 摆上烧珠 摆上很多食品在那个墓碑前面 去拜祭 如果那些人去拜祭那个 突然间出来吃光的时候 我相信拜祭的人 吓得鸡飞狗走 但是不会的 那个不会的 走出来去吃那些东西 到头来 也是那些拜祭的人 去吃那些东西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表示 我们的孝生 我们先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个先人 未死之前 我们去孝顺他 我们去表现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在他生前之后 我们带他去喝茶 就不是说死了之后 我给了烧珠你 他生前可以享受 你给他那种的恩惠 他死了之后 他是接受不到 所以如果是思念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装香 装香没用的 一枝花 插一枝花 我们已经可以代表到 我们是去一直的 去想着它 去思念它 是提醒到我们 所以我们 跟我们去掃墓的时候 我们墓碑的时候 我们不是装香 我们不是烧那些元宝蜡烛 我们是插花 插花就代表我们是纪念它 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你都知道我们是怀念着一个 已经离开的亲人 而在一些的宗教仪式里面 因为装香其实是象征着什么呢 就是跟一个神明的沟通 因为当他装香的时候 就想跟那个神说 你要保佑我 我装多些香的时候 你吃饱一点 中国人其实也是 装香越多香的时候 那些仙人又吃得饱一点 你少香的时候 他就吃得没那么饱 所以是一种象征着 跟一个神明的沟通 就算基督徒在圣经里面 旧日里面 也都说到 犹太人他去敬拜上帝的时候 他是上香 但是他不是说 用一些香 而去给上帝去吃什么 而是说象征着那个香 当我们看到烟一路上的时候 是象征着神和人之间的沟通 所以记住 装香是一种的 象征式的神明的沟通 所以如果我们在上香的时候 是希望可以跟先人沟通的时候 是可以保佑呢 其实我们就是拜了这个牛杖 我们拜错了 上帝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我们要清楚 我们装香的目的是什么 装香的对象是哪一个 如果装香的时候 向着先人 这个先人就要成为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装香的时候 不认识的神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偶像 虽然有些人说 只要我们自己知道 不是拜偶像 就可以了 照样这样装香 因为我自己知道 但是 我们要留意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不想人家有些的误会 以为我所拜的 跟他们所拜的是一样 如果整班人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 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拜的时候 他们是不知道什么神 未识的神 什么菩萨 什么观音 但是我们说 我不要紧了 我是拜我们的真实 我们一起拜的时候 他说 这个也是跟我所拜一样 而有些是初信的时候 或者他对神 还不太认识的时候 他说 这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即是我也可以做 那变成我们就会 伴到他们 让他们的信心 是受了一个折扣 他们因为我们所做的 而真的拜错了一位真实 假实 所以基督徒就不会装香 我们可以拆仙花 是代变 那现在其实呢 这个社会里面 已经比它开明一点了 我们周围的人都开始明白了 就算你有些的丧礼里面 他都不会叫 你基督徒你不需要去拜 你这样可以默土OK 所以现在就不像以前这样 你不拜的时候 你这个不孝 即是跟你又 断绝关系有很多事出来 但是同样我们要去注意 我们不装香 是因为我们不想去 搬不到我周围的 同样的 我要明白知道 装香的木 是什么 今天我只是用小小时间 去讲一讲 因为其实这个是 非常之广泛的一个题目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会用一些时间 去证明 详细点去讲一讲 那保罗继续讲到 西人 他向一帮人 去讲述这个真神的时候 西人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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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 却婚妇各处人 都要悔改 其实保罗继续一直是将 这个真神的特征 是跟他讲的 真神的特征有什么呢 刚才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很简单 把它列为有几项 有八项 第一项就是 神 这个真神 它是创造世界的 就不是我们去做出来 它创造这个世界 它创造万物的 它也都是将一切的 是赐给万物的 它将生命是给万物的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它将一口气吹在一个 灵土上面 当时它是没有生命的 但当上帝将一口气吹进去的时候 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神的真神的特征是 祂是管理所有的生命 不是我们管祂的 是祂管我们的应该 第四就是 如果我们愿意尋求神的时候 就会发现祂距离我们 不远 神在我们周围的 不是很远的 我们一举手就可以摸到的了 不过我们是没有真正去尋求 没有去监察 没有去留意 真神是生我们的 真神是按照神的形象 创造我们的 我们跟神很相似 所以我们是有灵的 我们是可以跟上帝沟通的 动物不可以跟上帝沟通的 因为它们是没有从神以来的那种灵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我们跟上帝有沟通的 我们有神的圣情的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神是命令每一个人悔改 神不会说 你善也好 恶也好 你都没问题的 不是的 神是说你做错的时候 你要悔改 你有罪的时候 你要悔改 神是一个公义的 所以祂命令每一个人都要悔改 第八 神会审判我们 神会让所有的人从死 神会让所有的人从死去复活 我们是会复活的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 但是死后且有审判 我们不是死 死就如灵灭 不是的 我们会复活的 当我们复活的时候 神是审判我们 神审判我们 神审判我们 神是否有信他 或是没有信他 那些人听了 有些人就激嘲他 不搞错 你说这些东西的 笑他 有些人就说 我再听听你 有些人有兴趣的 开始 有兴趣的 有些人呢 也信了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呢 有三种的 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就是 基潮 在《哥人多前书》一章十八字 讲到话 因为十字架道理 对走向灭云的人来说是愚笨的 他怎么搞错呢 你基途很笨的 为什么信一个耶稣被人钉十字架呢 哎呀 很笨的 信耶稣呢 被人打 右面左面都被人打 外面衣服被人拿了 里面衣服都被人拿了 哎呀 很笨的 基途 对那些 走向灭亡的人来 是笨的 但是对我们这些 得救人呢 这是上帝的大能 耶稣从死来复活 是表明他的大能 所以不要出奇啊 我曾经我也试过 基潮一些基途 哎呀这基途很笨的 不要信耶稣啊 但是可能或者你 再讲多些呢 我想再听多些 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 可见信心是从听到道来的 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当他继续听的时候 他更加去领神 并且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 接着我们很多当中里面的弟兄姐妹 也都是相信了 若翰也在尤封一本说了 但把这些事记下来 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是你们信了 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所以今天能够可以 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我们有福的 我们相信他真神的时候 认识真神的时候 是有福的 因为他将这个生命 来赐给我们 好了 所以 我们听了今天很多很多很多 有一件事我想你要记住就是 外面有很多的偶像 偶像不只是一些摆出来的 我们去拜那些 偶像可能是一些的人 可能或者一些我们的事业 或者我们喜欢爱好的东西 那些都是成为我们的柔像 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我守敬拜的他的真神 因为真神 他是不会因为我们的思想而局限在这里 我们的真神 是充满全世界的 我的神 无论我们去哪里 他都在这里 也要知道 其实这位神 就在我们旁边的 我们不需要走到很远 才能找到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够钟了 真伴 不好意思 或者我们下次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下次提出来 我们试一下去问一问 或者在群组里面有些问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群组里面提出来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 或者下个礼拜去打一打 OK 或者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结束了 好 谢谢 参考 请坐在这里 希望你可以再翻听 有时听一次 不是这么明白 可以再听多一次 我们用教育 解释 OK 我们低手祈祷 事必须 天佛上帝 我们要多谢你 多谢你的爱 虽然我们真的很愚蠢 有时我们真的发错 父神 但你的忍耐 你爱我们 你给我们有机会的能当 听到福音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 气假归震 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主要你说 你不去追究 我们现在知道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单纯的心 继续地去聆听 去相信你 是独一的真实 将我们的心灵的教给你 求主你就为我们同在 求主也都预备我们的心 去敬拜你 因为你是独一的真实 是值得配得我们的敬拜 求主就预备我们的心 去敬拜你 求主看顾祝福 我们这样祈祷 在父主耶稣名头 今来我们的天下的心 愿人都知你的灵为生 愿你的国光明 愿你的主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鸽我们 免我们的证 如同我们免要人的证 不叫我们如见事怕 受我们的灵 因为国导 决定 永远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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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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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